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 在恩典裡面 神是不是人就會管教我們 因為主所愛的主必管教 不是嗎 讓我們再來看經文 《西白白書》12章5到7節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說 而你不可親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有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上帝觀教你們 但你們如同待兒子 因為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從這經文就可以直接告訴你 在恩典的時代裡面 神人就會管教 但是我們先來定義什麼叫管教 跟懲罰的差別 在恩典裡面 在信約裡面 神不再懲罰 真心接受他的信徒 可是神管教他的兒女 差別是什麼 懲罰就是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鄉土具 就是那個小孩偷東西 然後被抓到 然後爸爸就拿起那個鞭子說 你這個鞭子給我嚇死在一起砲的屍啊 如果你聽不懂台語就是 你在死小孩 讓我丟臉死 我打給你死 我打死你 這是什麼 這叫懲罰 因為這個父親要在這個小孩身上 找到他的公義 我的名聲被你敗壞 我打死你 這個叫做懲罰 管教是什麼 我的兒子 你偷了東西 今天不是為我的名聲 是為了你的好處 我要懲罰你 不是我要管教你 不是懲罰你 我要管教你 把你手伸出來 我要打你 我要讓你知道 不可以再偷人家的東西 所以你小時候有管教你的孩子 就很像那句台語 你小時候如果偷災護瓜 長大就會偷牽牛 你懂嗎 所以神人就會管教你 但是就很像是 你心目是困那個小朋友 當你要管教他的時候 當他還小的時候 你要打他之前 你會先拿那個棍子來 先打自己的手 感受一下 不會太用力 噗噗噗 這有點太用力 換一個小根一點 好 可以 才把小孩手抓過來 噗噗噗 打一打 看他的表現 有哭有痛了 好 學到教訓就好 這就是管教 在信約裡 神仍舊管教 但是他不會懲罰你 所以那些絕對神不會用什麼天災 意外災害 或是疾病來管教你 神不再使用這些不好的事了 神使用各種方法管教你 神可以使用一個不好的事 但是不是祂要用這些事放在你身上 是既然發生這些事 祂還是可以用這東西管教你 意思是 比如說你的小孩感冒 你會教他因為醬藥 多吃青菜 早點睡 多穿衣服 但是你不會故意讓他感冒嘛 對不對 所以神會使用一件不好的事來幫助你 但是神並不想要把這件不好的事 發生在你身上 OK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既然是這樣 神的管教 我們來看一個聖經的經文 你就清楚知道 《創世紀27章19節》 雅各對他父親說我是你的長子姨嫂 我已朝你所吩咐我的行的請起來坐著 吃我的野味好給我祝福 看這是雅各 雅各在什麼時代裡 他不在律法時代喔 他在良心時代 在沒有律法的時代裡面 雅各他是弟弟 他以弟弟來代替哥哥欺騙父親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創世紀29章25節》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麗雅 就對拉班說 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為拉姐嗎 你為什麼欺哄我呢 你會發現剛才雅各用自己 弟弟來假裝哥哥欺騙爸爸 所以神怎麼管教他 他許可岳父用姐姐代替妹妹來欺騙雅各 你會發現弟弟代替哥哥欺騙爸爸 所以岳父用姐姐代替妹妹來欺騙那個欺騙者 這就是一種管教 懂了嗎 但是他學到了 後來他就學到了 我們回到第一個經文 你們不可親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不可灰心 因為你是神所愛的 所以神會管教你 但你不用擔心不再是什麼災難 不再是那個疾病 不再是不好的事了 乃是充滿愛的管教 然後在那個管教裡面 你趕快學會就趕快過去了 我祝福你 也許你在一些苦難裡面 你要學會 趕快 如果是你不對的部分 我們趕快求神光照我們來修正 你就不在那個管教裡面了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 螢光幕前每一位朋友 清楚知道一件事 我們仍舊是神所愛的 所以祂會管教我們 但是絕對不是疾病災禍或不好的事 乃是美好的愛的管教 耶穌如果有什麼是我們自豪苦吃 有什麼是我們自己犯錯的 你光照我們 我們趕快修正 然後我們就繼續進到那個 蒙福的道路裡面 即便這個管教也是蒙福的 祝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是神所愛的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管教 但是這一切絕對是為我們的好處 使你更幸福 更美好 奉耶穌祢祷告 阿門